欢迎 欢迎 肖哥 我们先到中间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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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中间 好 我现在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对 先到中间和大家打招呼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孙肖 请坐 太快了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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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布塞 今天晚点天气你觉得冷吗 感觉到了我的主场 是吧 觉得冷吗 对 对 对 当然你有点帅啊 肖哥你也很帅 我们俩人负责不同风格 你是成熟型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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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说自己不成熟时候 我外表内心在怎么成熟 我的外表还是没有像肖哥这样 给人用成熟男人的魅力 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 肖哥 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你和像呼吸一样 不停在坚持的事情 除开音乐之外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 对 因为可能 就是这么长时间 一直能坚持 唯一一件事就是在做 坚持放松 对 可能吃饭和睡觉吧 对 就除开音乐之后 他就坚持放松了 对 确实我觉得 一直坚持 这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 变化这么多 是的 怎么可能一直都坚持一件事情 但是音乐 就是一直在坚持的 然后还有吧 还有吧 我觉得 要坚持善良 坚持善良 哇 这个酷 对 是把高度了开始 对 上价值了 我觉得一个人要要 永远有他的一个 保持一个善良的心 然后对所有事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 这件事要坚持 是 坚持善良真的太重要了 对 当你遇到那种不太善良的人的时候 你真的是 所以你有遇到过 当然有啊 还是那个他吗 好了 好了 那在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节目之前 有一些互动的玩法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 我们可以开通豪华绿钻 就可以免费领取 界面白电台的现场门票 然后在直播过程当中 也可以点击右方的礼物按钮 本期贡献盲排名前三位的用户 将会获得 小哥的签名照一张 当然 因为今天是周天 所以还有别的福利 来给大家拿一下 哇 直播的就是 贡献盲排名前两位的用户 将会获得这样的一个 Sono似的音箱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 家庭的音箱非常厉害 它厉害到哪里呢 就是它可以 就是有80多家 流媒体的服务 同时呢 它是可以一个抵两个 那种有成对音箱效果 也就是说 拥有了它 你在家里听歌 你就会觉得 被音乐围绕的感觉 就很好 像在现场 当然这个就是 大家不断地给小哥 我们这样节目刷礼物 然后贡献盲排名前两位的用户 不仅仅可以获得 小哥的签名照 同时我们这个音箱 也会送给你 哇 很酷 而且听说 我们今天通过刷月币的方式 可以非常低于它 现正常的价格 很多倍 然后来领取到 除了我们今天 这个最大的福利之外呢 还有几点要告诉大家 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 不断地点击 我们的摄像机按钮 切换不同的视角 来看一下 充满成熟魅力的小哥 那除此之外呢 还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 IDOL的粉丝热线 18600503345 持续开启当中 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 也会来接通我们的粉丝热线 还有就是打开豪华绿 赚集积分 赢节目的福利 那前五名的将会获得 我们的现场的 VIP门票 一张第一排 那排名前三的将会获得 现场奇闻的机次 机会 除此之外呢 第一名 除了以上的福利 还会获得我们的 签名照 拍立得 对 对 专属于那种 赶紧和我们互动起来吧 然后电话号码 特别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是18600503345 18600503345 18600503345 OK好了 我们聊了那么多的互动玩法 开始来看 原来他是一个说唱歌手 对 一直 他那个flow还是特别连贯 所以你还 从他里面找到flow了 对对 真的真的真的 很厉害厉害 是因为今天见到的肖哥 然后自然而然说话 就带有那种flow的感觉 应该是我们本周是说唱周 然后自己都 变说唱了起来 变rapper了 我们先来分享信吧 OK 好 其实我刚才真的差点哭了 是哪一封 就这 是吗 每一封吧 我觉得每一封 对 紫色的他先分享 我们先一封一封来 好 那我先看这个吧 好 红色 大家说 很喜欢你的音色 粗犷有力 尤其是低音很好听 印象最深的是当年那首 片子 很早一首 大概是 十二年之前一首歌 哇 老粉了 对 十二年之前 嗓心真的是性感无敌乐歌 现在说唱文化 在年轻一代终于走起来了 对 希望你可以更开心的做歌 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我也会一直支持你的 然后他最后有一个备注 最后有一个备注 就是北京降温了多川 然后他叫杨奕童 杨奕童 很暖心 很暖心 这个声音是我们的扭蛋任务 掉落第一颗 就是我们要通过刷月壁 才可以掉落它 但是我们节目还没有正式 才刚开始几分钟 就已经掉落第一颗了 所以这个是热度很高的意思 不会让我把它吃了吧 差不多吧 不让你把它完成掉 我们要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好 那我们先看 好 哇 今天很快啊 一下就刷到底了 对 哦 这是来自伊安音乐社的 于牧阳写的 他说边仰卧起坐边唱歌 一边仰卧起坐一边唱歌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您来说 应该是小菜一边 还好啊 还好啊 对 是 所以我要现在做嘛 Yes 你看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绝对是最贴心的导播组 然后我们还有瑜伽店 对 对 因为一直都是那么贴心 和周旋 真的真的 所以要做多少 您唱多少做多少 三万多个 哈哈哈 行啊 反正这边我们花了 开玩笑开玩笑 您唱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唱一半副歌也可以 那我就腿朝这边还是 您都可以 我们那个 对 好 哦 因为还有其他嘉宾吗 我就把脚放在外边 我怕大家 哇 那 他和我们QQ音乐 一样的贴心哎 哈哈哈 好 那我们唱一首什么呢 你们想听什么 他们只顾拍了 你们想听什么 哦 是 那那一会一会我给你唱 一会我们有那首歌的表演 来我们 啊 肖哥有没有想要唱的 然后那天聊一会 对 哈哈哈 经济仓 我觉得不要唱自己的歌吧 我觉得自己的歌 自己的歌啊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歌会 以更专业的一个形式分享给大家 哦哦哦好 很酷哎 这点我喜欢这个 出发点也很喜欢 对吧 然后我们 走一个 儿歌吧 大家每个人 哎 儿歌可以 你说到儿歌我跟你说 对 经常唱的是哪一首 但我 永远是一两句什么 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 爸爸妈妈去上班 我去幼儿园 对但我只知道这一个路 所以我只能做一个唱一句 你可以 啊也可以也可以 来吧 好 来来来来 那我们开始了 我们开始了 边做边唱哦 好 来 我我真的没有试过啊 第一次第一次我们试一下 爸爸 妈妈 去上班 我去 幼儿 鸟 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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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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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知道为什么这首儿歌通过 肖哥唱出了 oh my god 又有吗 第二颗 速度太快了 好好好 我们第二颗一定是要翻倍 月币翻倍才可以掉落 是 所以现在你的月币已经达到了6000多了 我们才刚才 才刚开始几分钟的时间 好好 那么 就是又是干嘛呗 就是除了 有可能会比这个更费体力 我懂了 还行吗 刚刚这个惩罚力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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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一个更难的吧 这是什么 你看你笑的已经 唱歌姐 运动一下 又运动一下是吗 做五个服务撑 做服务撑 或者深蹲五个同时唱歌 又是又唱歌 对 深蹲和服务撑你选 深蹲 啊 那我服务撑吧 服务撑 服务撑吧 好吧 好 一边唱歌 然后 唱歌帮我们把就是 那个瑜伽电影继续拿上来好不好 你还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的 这个不需要的 对 啊 知道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说唱音乐吗 做做这个起步 是因为五音不全 真的不会唱歌 所以才选择做说唱 那这样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 刘德华的 冰语好不好 好啊 我喜欢 好不好 来来来来来 这个位置可以吗 可以啊 嗯 冷冷的便宇在脸上 嘿 词呢 有人知道后面吗 哼秒哼秒哼 哼秒哼秒哼 MARK 对 好冷啊这个环节 对啊 但是就是要给肖哥澄清一下 我们的节目始终还是一个音乐节目 不是我也是一个体育 体育节目 我想知道肖哥日常 你真的会边运动边唱歌吗 我不会 因为我怕在街上班有人揍我 对 你会怕影响 因为你会影响到其他人吧 但这种方式会不会真的锻炼气息 其实你说完以后 我觉得要去试一下 对 有可能 是吗 对 日常跑步的时候可以 锻炼一下的意思 对 可能会在外边会更可以吧 我觉得要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还是影响他人 对对对对 好 所以他应该是有其他的练习呼吸的一些方法 是 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独行环境 我们再抽取一封吧 分享一封 那你喜欢这样吧 那你看你是哪个 喜欢哪个颜色 我们选吗 对你们选 我选你身上这个颜色好吧 橙色的 橙色的是吧 对 OK 我以为你会选我们要挖种子的绿色 哈哈 这封的内容 肖哥 我是看节目才 入的说唱坑 谁说说唱是坑了 对啊 温暖的坑吧 对啊 最开始是被你独特的音色所吸引 太爷们了 谢谢 后来你的歌伴伴着我撸了一个夏天的串 喝一个夏天的啤酒 然后希望肖哥有更多的他写的是什么什么变 皮很多就是可以喝啤酒的可以可以喝那个啤酒的歌 因为他很喜欢撸串嘛 明白就是我有更多的歌能能够让大家撸串 下酒 下酒 哈哈哈哈 找到关键点了下酒下酒 然后他叫丑日清啊 很贵 我觉得他很惬意这个方法 哎 你有听过自己的歌然后变撸串吗 没有 never 应该吃不下去吧 我觉得啊 为什么 这歌也是这样说的 他在kdb也不唱自己的歌 而且还不让别人唱 因为我平时会排练会就在演出之前一定要多听自己的东西 然后去多熟悉 或者是做混音的时候 你首歌刚做完 然后混音的时候要听无数遍 可能几百遍几千遍几万遍 其实那个时候你的耳朵会疲劳 就已经觉得啊 ok 就是我已经知道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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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样 然后平时就不想再听到自己的声音 对 是 对 因为真的会疲劳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改了一个样式的话 好像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对 但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越听就觉得 哎 更透彻 对 就可能 有一些问题 不对劲 细节 但是它又恰巧 最适合在你这首歌里 哦 你懂我 你懂我意思 不是说让你去修改 是下一步的给你一个空间去进步 那可能我下一首歌就 应该换一个方法 或者更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就是从这些方法当中 你可以获取下一首新的一些方向 或者说一些空间 是的 是的 来我们其他的信件可以收起来 然后带回去 然后再 自己消化 我们这里就分享两风 嗯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第一 哦 oh my god 我到底能不能进入第一个环节又来扭蛋了 第三个扭蛋 来 幸亏这个演播厅还不够大 我觉得要是再够大一点就太危险了 他们是全国收看直播的观众都可以来刷这个月币 哦 我懂 我懂 已经一万多了 这个速度相当快 酷 酷 这个内容 看看 希望不要再是体育类的 哈哈 让他误以为我们是个体育节目 这是汪苏龙写的 汪苏龙的扭蛋 他说 五个字看你八颗牙 哈哈哈哈 哈哈 有八颗吗看一下 对啊 一二 哎他牙很整齐 啊 有了有了 哎拍了哎我们拍下来了 可以 啊 可以 你你可以现在想一想到说自己想要写什么样的扭蛋 对 其实你要留一个扭蛋下来 对 对我我可能会想一个抛开体育类的 抛开体育类的 我以为你要把这个双引号报复一下他们 哈哈 好 我希望 可以顺利地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 嗯 整点报市 好 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可以上微博带话题见面 把电台参与发博互动 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今天也有五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第一件事情 肖战成功追星 孙燕姿 肖战最近在微博上面晒出了自己与偶像孙燕姿的后台合照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除了他就是他的站字非常的彼得端正 对 然后也表示了自己的喜悦就一个字啊 然后甚至连孙燕姿的评论都在下面调侃说 这位弟弟很腼腆一直在门口鞠躬 网友们都表示这是自己见到偶像是最真实的样子了 所以这里其实也要问一下肖哥有没有自己的偶像 对 你的 我觉得说唱音乐的话就是一个美国人 大家可能都知道叫M name 哦 母言 对 M name 因为他不单单是从他的作品 就是感觉他代表了一个时代 对 他是让你永远respan的那个人 然后从 咱们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中国人 李宗盛 李宗盛大哥就是在我心里的一个adol 真的 就不管他是对音乐的品味 还对他对音乐的态度 还是他写的任何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简直了 简直了 他对人生的那种理解的透彻度 对 对 真的是 那肖哥你见到偶像的时候你会克制吗 还是说你的性格是怎样表现 我觉得鞠躬吧 那种 也是鞠躬 对 就因为我是那种 我这个人是完全没有我想包袱那种 然后我就是如果喜欢 我就真的是怎么说我都喜欢 然后我肯定会想办法靠近他 然后想办法跟他能够多近距离地沟通一下 不管聊音乐还是聊生活 主动上前 对 然后我绝对上了第一句话就说 我说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偶像 我具体喜欢你 我抱喜欢你 很直接 对 我肯定很直接的这样 是real 很直接 你看过李宗盛大哥的现场吗 没 对 对 如果说你要去现场 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 我又会哭 我又会哭 会更走心了 对 其实我老觉得大家觉得 我是一个硬汉形象也好 还是一个什么形象 是的 也好 就但是其实我是一个 看电视剧都会哭的人 那么感性吗 真的 哪种电视剧 严晴吗 情人与萌那种吗 比如说我和我的祖国 哦 对 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感动的 然后 还有呢 就情人与萌萌那个就算了 那个就算了 对 会会经常 我会经常掉眼泪 就一些比较深情的剧情 或者有一些 高度的剧情的时候 我真的会控制不住自己 哎 这种反差感还蛮 蛮特别的 对 我完全想象不到他 其实我相对于来说是一个比较 心思会比较细腻的那么一个人 和你的外表不符 对 我觉得我长得欺骗了大家 我之前听过一句话 就是一个人的外表表现出来的一个样貌 和他的内心其实是相反的 他的大概率是80%的人都这样 你是吗 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很刚硬 你内心其实是棉花糖吗 但其实有可能是因为跟星座也有关系吧 因为我双子座嘛 对 然后有的时候坚强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以推到山 然后有的时候脆弱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轻易地被水滴击船 I know you 可以说极端这个词吗 就是走到很极致 相对于说比较极端 双一号极端 是 就是什么都要执着吧 可以说是不是那种 分裂就好了 分裂就好了 对 不用什么仔细解释它 对 来看一下下一件事情 好 第二件事情呢 是王菊瘦了 近日网友看到参加节目的王菊 发自内心的感叹 真的瘦了好多呀 时尚范儿十足 网友们都纷纷表示 菊姐如今这个身材我爱了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哇 菊姐一直都很欧美范儿 然后还有没有照片呢 两张对比 哇 这个也是明显变化很多 下一个 哇 你确认不是一个用了美图秀秀 一个没用美图秀秀的吗 这事儿不好说太细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是瘦了 是 所以就是肖哥你有会发现 自己的哪一些变化 会引起粉丝的强烈反应吗 对 会有 就是我有的时候发微博 或者发 哪怕是微信的朋友圈 其实我不太愿意把自己内心最深的东西表达出来 对 但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人嘛 任何人都有相对于说偏脆弱 或者偏 我今天就想文艺了 对 或者我今天就想表达一下 我到底想干嘛 想 想 想 博关注了 也好 然后我就会发出一些比较内心的一些东西 对 然后从前就像我的家人和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 说你别发这些有用没用的 或者你赶紧删了他什么的 真的啊 对 然后 但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我发的时候还是很多人会懂我 对 还是大家会找你的共鸣之处 对 会找到共鸣之处 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刻嘛 其实真的是会有感同身受的时候 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粉丝 如果说肖哥今天 拍了一个很萌的一个照片 你们会为此尖叫吗 因为他一直都是硬汉形象 然后突然间来一个小猫咪啊这种 我觉得他们会吐 哈哈 他们不会尖叫 他们会吐 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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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尖叫 OK 我们其实有方法实现这个 就是不打我们的186050345 然后大家跟你打电话的时候就说 我有一个愿望肖哥 是 做一个萌萌的五连爱 行 我知道这是一什么节目了 哈哈 我知道了 好 来看一下下一件事情 我们要分享的是 吴亦凡的工装风混搭 来看一下我们的照片 那这是吴亦凡最新的一个舞台造型 它是军旅的衬衫搭配上的工装裤 然后呢配饰丰富 但是呢不繁杂 反正呢就是很帅就是了 所以肖哥你平时的style 时尚方面会怎样喜欢哪种 其实我会更随意一点吧 舒服为主吗 对 以舒服为主 但是其实有时候你表演吧 舞台没有办法 就要把色彩搭得要稍微鲜艳一点 其实以前我是最喜欢 就跟大家平常一样 就是黑白灰 对 简单颜色 对 最简单颜色 然后发现 因为可能我的肤色偏黑吧 就是你到舞台当的时候 所有人找不到你 然后光也打不到你呢 就是孙肖到底在哪 他来了吗 他演出了吗 对 后来我觉得我确实是被这个问题困扰了 才开始穿一些 荧光绿 亮粉啊 什么骚绿啊 骚子啊 骚子 就巴拉巴拉的这种 没有贬义词的意思啊 就是我可能是一个形容词 就会让你更跳跃一点 对 我惊讶的就是这个形容词 这个是你之前从来不会穿过的颜色 对 但是我今年开始穿了 喜欢吗 喜欢喜欢喜欢 尤其是这种 对 你会喜欢我们旧配色吗 健康绿 所以喜欢我们就是见面白天台这种粉粉的绿绿的颜色 对对对对我刚才进来就说有点 你知道那个昨天旭哥来你知道他喜欢最喜欢什么颜色吗 你猜一下 他昨天穿的我记得是蓝色的颜色 对很淡的蓝色 但是你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吗 他最喜欢的 你猜一下吧 粉黄色 哎呀 我很想让他猜一下 对 他内心还是很 少年 啊 他是少年 我都只敢说男孩 好了 没关系 来看一下第四件事情 需要为大家来揭晓一下 2019百大DJ的榜单 那Dimitri Vigas Like Mike重新登顶 Martin Garrix David Guetta分别位居第二名 第三名 那我们熟知的棉花糖 Marshmallow 几身前五 值得一提的是前段时间 做客我们节目 金门八电台的K神Kashmir 位居第15名 可谓也是DJ界的大神 那还有最近在QQ音乐独家 推出新单Ghost的 Ilan Walker 也出现在榜单的前列 所以歌迷朋友们 除了为爱豆打call的同时 也要上QQ音乐来听新歌 像这种EDM的音乐风格 肖哥你会喜欢吗 会感冒吗 我会喜欢 那你有去打蝶过吗 DJ 没 没 从来没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任何的音乐风格 我都可以接受 然后民谣也可以 当然 当然 然后好多 民谣也可以 你包括迪哥 他这周不是也来过 我们家做客 对 在我们其实关系非常好 他的歌我特别喜欢 就是什么 成都是吧 他唱 不是 不是 当然不是 你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开玩笑 你会这样开玩笑 但是比如说 如果你们一起去KTV 你会唱他的歌吗 就是当他的面唱他的歌 我会 对 我会 是认真的唱还是用你搞笑 或者说逗他的方式 因为我唱不好 他那歌真的挺难的 其实 对 然后 其实我们大家都不会在KTV点自己的歌 对 也不点彼此的歌 我会使坏 对 他说我不点我歌 不点我歌 然后我就点他歌 越是这样 其实大家越爱点 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提醒大家了 其实还好 然后他每次唱的时候 对我们聊到他了 他每次唱的时候是为什么 其实他一般都不唱 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唱得太难听了 他实在听不下去了 他说那OK 那我自己唱 对 他有唱过吗 他才会唱 他才会唱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一个说唱圈的人吧 因为他现在有百分之 我感觉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朋友都在说唱圈 对 所以其实平时你的曲风是非常的多元化的 对都可以接受 对对对 然后EDM的话 对我们聊回来EDM的话 我也想去试一些 因为我觉得现场真的很糟 嗯 真的很糟 是 我们今天也会有机会来 在我们节目现场来听一下 嗯 肖哥的现场 好 来 有第五件事情我们要交给肖哥 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 好啊 这是我的新歌 《落尘埃》已经新鲜出炉 在这首歌中 我尝授了很多新严肃 对自己的曲风做出了大胆的突破 请各位一定要多多支持 就是为自己打歌嘛 对 对 我们接下来现场就要交给你了 OK 对 就请舞台区 我们来现场演绎 《落尘埃》 听歌了朋友们 对 转向开始拍 我自己打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设备 落尘埃这首歌 肖哥的第一首情歌 是 他说要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 但我觉得 琴哥也有他的舒适圈 定一下 好 我站定了 对 其实这首歌是 我可以简单讲两句 可以 对 其实我以前还真的没有做过 这种风格的琴哥 然后我其实想一直要突破 一直要突破 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养不辣 对 我是一个永远保持年轻的一个 一个状态 所以 大家听歌吧 《落尘埃》 哇 我记得你的眼 也记得你的胃 记得我们的家 那山盘 关上了白天 How are you doing 最近好吗 你的脾气是否还是那么的固执 那 最喜欢的海边你去了几次 Yeah Don't s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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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don't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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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失的灵魂还没回来 曾经遇住天真的认为 在这个世界 无比的美好 悠悠的视野 如果燃烧 带你花灰烬 熄灭的骄傲 快乐的尘埃 不断的伤害 心想不耐心 让我 每个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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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着远离 去告别这一切 绝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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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能 那些没说的话 没必要说no love 后来的一刹那 everything you said everything you didn't 他留下的记忆 是你误会的奔跑 终究是我不好 愿君你sorry yeah sorry sorry 不好意思 我知道是直播 但是我突然 想出点故事刚才 所以我们的老师 能帮我把这段 重新放一下吗 老师能把这段放一下吗 对 sorry对不住大家 我刚才突然想到了 一点画面感 其实我没想到会在这样一个现场 然后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一个画面感 对 我记得你的眼 也记得你的胃 记得我们的家 那身位 也关上了白天 how are you doing 这件好吗 你的脾气 是否还是那么的固执 那最喜欢的海边 你去了几次 don't s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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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don't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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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失的灵魂还没回来 从今一度天真的认为 在这个世界 无比的美好 有你的事业 如果燃烧 被你还会起 熄灭的骄傲 快乐尘埃 不断的伤害 心想不太急 让我拿什么拯救我的爱 每个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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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在眼里 只告别这一切 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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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不能 那些没说的话 没必要说no了 后来的一刹那 everything you said 他留下的记忆 是你无悔的奔跑 终究是我不好 我知道终究是我不好 yeah 早告想起开 这是我的live 这总共都是机房 离开全部一样 可惜到了今天 你我学会伪装 里面泪是尽头 我学会伪装 再见是某已久 最终学会接双路 残忍的边缘下花悬崖 今夜目睹 我爱崩塌 剪断了斩链 将回忆重刷 每个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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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在眼里 只告别这一切 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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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不能 那些没说的话 没必要说 no love 后来的一刹那 everything you said everything you did 他留下的记忆 是你无悔的奔跑 终究是我不好 Live me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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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每次呼吸 说好不理不及 我左手不及 寻人的足迹 拉着我 别让我在沉迷 这种气息 再也不想持续 回忆在你身上游离 窒息 轻轻房间的臭气 手边的温暖 绵绵绵绵绵绵绵 I can believe I can believe 怨气永远落 就好笑游戏 当我对着 精神迷惊 尽诉罪 是否还会责怪 对你不再想起 原来你我之间 那对 黑鬼子 就已经枯萎 已无畏 这些的墙壁 曾经能想你 照片你藏起 想说一句其实还想你 谢谢 有点失态 来 我们先回座 没关系 谢谢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 没有没有 对不起 其实我觉得一场表演 最重要的是情感 最重要的灵魂在这里了 这个表演是否完整 其实我觉得 真的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而且其实我自己 是这样看待音乐现场 因为我觉得现场的魅力 其实它不在于 就是说你要听到 像成品歌曲那样的东西 明白 现场的魅力 其实它就在于这里 其实我是 包括昨天我还在彩排 然后今天来到现场的 排练的时候 我都非常OK 因为所有的歌词 都特别熟悉 然后到我刚才站在那儿 那一瞬间 然后半岛想起来 我就突然 脑子感觉有根弦就砰 就勾起了你之前 一些想法不是吗 对 就是它卡到了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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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到好的一个位置上 然后我就觉得 糟糕了 你会不会很 就是很担心去在现场唱这些 真的会有很多 构起故事的东西 对 我会 我会 对 因为我会经常 流眼泪嘛 刚才会说这个事 太感性了 对 就我偏感性的时候 就不想去做任何的决定 或者任何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 一定会带着一些情绪 会有一些错误的判断 对 对 因为其实 像这么好的一个现场 这么一个专业的平台在 我不应该展现出来 我突然不知道张嘴要唱什么了 但是可能那一刻就觉得 算了吧 那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样子啊 包括其实因为这首歌 它有很多的起伏 它很拉扯 你会觉得我出来 但是我实在出不来 我还是要出来 但最后我还是出不来 对 都这么难受了 为什么当时一定要坚持 把这首歌做出来 嗯 呃 我是觉得算是对自己 有一个交代吧 对 有一个交代 然后让我在一些时候 能自己听这首歌 而且这首歌不是为别人写的 对 我就是觉得给很多歌 现在要复合市场 你要给 为了给谁听 给一些 呃 或者商商家 也好巴拉巴拉的 因为我想 当时做这首歌的时候 我想 给自己做 给自己做 对 我刚还以为 他会因为会面对这些东西 会放掉自己的一些妥协 那你还是要坚持 对 其实我就是 我们当时选歌的时候 这首歌 就是大家说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唱这首歌 嗯 有余了吗 我 我要唱 我要唱 我喜欢 没有有余啊 对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是给我自己写的 哦 对 对 然后其实 特别遗憾的 就是刚才没给你们唱出来 在做的各位 然后 去Q歌音乐 然后听这首歌叫《骆尘埃》 是 《骆尘埃》是 萧哥的第一支情歌 所以你是 对 这首算正经的 我自己的吧 我自己 就因为还有龙井团队的嘛 就是我自己的是第一支 情歌 第一支 对 为什么第一首要选情歌啊 要做一个破圈的事情 对啊 你觉得算是破圈吗 算吧 算吧 因为我发现最近破圈这个词特别火 对 特别火 大家都想破圈 其实有的时候 我来纠结 你看双子座性格这会就来了 就是你为什么要破圈呢 你会内心打架吗 就是我们要突破我们自己的舒适圈 是一定的 但有的时候 就是他给你画的框框就在那 我觉得就在那最好 对 所以你觉得破圈这件事情 不是一定要做的对吗 不一定吧 对 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在一股脑的 不因为什么 只是因为我想破圈而破圈 对 但是没有 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 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 若晴莱是讲恋爱啊 它里面有一个歌词 我特别的印象深刻 叫故事已到尽头 再见 续谋已久 最终学会接受 这三句话里面有一个词语 就是续谋已久 其实让我共鸣会很多 因为就是在生活当中 你会有很多事情 其实你是能看到头的 对 对 你是能等 知道那一天 离别也好 或者说戳穿也好 会到来的 但是你在等待 他到来那一天的时候 内心其实很难受 因为他结果在那了 但是这个过程你还是要做好 其实你早就知道结果 对 对 就是一眼望穿他 唉 就是一种无奈 对吧 然后还要坚持 就是坚持在这个过程 你不要提前去感受 这个结果的意思 哎 我觉得我会哭哎 你换一话题 对 我觉得挺开心的 而且刚才大家玩得还挺好 来的时候还问能不能开车 然后聊着聊着 我觉得怎么一下就 触到你那个 就是这是意外 这是意外 就之前我们都没有商量好 对 来 换一个 换一个开心点 你给年轻人点恋爱忠告吧 就是给刚接触恋爱之类的 对 恋爱忠告 开心就好吧 开心就好吧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可能是开心 你心里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如果各种原因 让你每天都特别烦恼 两个人在一起 你们不开心 再合适 我觉得也是 对吧 我自己有一个问题 所以你有男朋友了 对不对 为什么 你不是说你自己有一个问题吗 刚才 我有一个问题 是因为开心 做到开心 因为我觉得 我之前一直觉得开心是生活当中 就是它自然而然会来的事情 但前两天我突然一下 就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发现开心居然是一件 需要去追求的事情 当然 您也觉得开心是需要追求的 对 你们可以私下好好讨论一下 开心到底要怎么追求 那接下来我们让肖哥休息一下 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下 我们今天的新歌风向标 是 那么因为《界面霸电台》 9月的新歌风向标 已经在今日发布了 大家可以到QN音乐 《界面霸电台》的官博 来看一下 《界面霸电台》开播 一年多以来 一直都立志于打造一个新歌的 宣发平台 除了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演唱新歌 聊新歌背后的故事 同时我们也会以乐为单位 邀请业内的乐评人KOL 对做客节目的一些新歌 进行一些全方位的盘点 那么这个盘点呢 也是从以下几个维度 来跟大家来打分的 首先是词曲 制作 演唱 难度 传唱 潜力 来对每月的新歌 进行一到十分的点评 其中词曲代表 代表歌曲的作词作曲的水平 制作代表歌曲的编曲录音等制作水平 演唱代表歌手对歌曲的演艺出色程度 难度代表歌曲在演唱上面的难易程度 最后的传唱潜力 代表歌曲的传播潜力 没错 给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 业内知名乐评人R2022 R2222 对甜言冷的评价 他说到冷是甜言的原创作品 曲风流行抒情 制作人陈珊丽 还原了他的音乐性格 做出了他内在的冷感 那还有乐评人摇滚客 对Corsac 速reverse的点评 说到这首歌的词曲编 以及制作人都是Corsac 不得不令人佩服 而且整体给出了 很高的一个分数 那9月的新歌风向标呢 已经通过我们的 QQ音乐界面吧电台的官博 正式发布给大家了 各位可以通过新歌风向标 更全面地了解新歌 为IDOL来应援 当然了 微博转发QQ音乐界面吧电台 官博新歌风向标 来安利自家的IDOL 在评论区为IDOL点赞 我们将会在评论区 选出一位点赞数最高的 艺人粉丝 送出我们精美的礼品 是的 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来聊聊 乐诚爱这首歌 想问一下他的 还是这首歌吗 灵感 换一个别的行不行 行 换吧 好 对 换 我们说换就换 那我就换到你的嗓音好了 因为这嗓音很迷人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这个特色 我觉得 其实我以前就觉得 从来没有想到过 是嗓音会是给我 扣上一个标签 或者一个巴拉巴拉 一个标志 对 然后就当我有第一个朋友 音乐制度人朋友跟我说 说你的嗓音 如果不好好利用 你就浪费了 然后可能后来断断续续 有不下200个人跟我说过 对 而且说到这儿 其实我是一个 对自己没什么自信的人 哪方面呢 是 各个方面吧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看每个人 我都能看到大家的优点 优点 对 因为我觉得 你别人比我长得帅 对 他别人比我瘦 然后那个别人比我 什么巴拉巴拉 就各种各种各种 你是对比 不管性别 还是不管位置 不管职业之类的 是的 太累了吧 我算是一个活得很累的人吧 对 然后我会发觉到 很多人身上的优点的时候 我就会跟自己相比较嘛 我觉得好像我差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又差了那么一点点 我经常那么想 然后刚开始 所以聊回来就说 跟我说嗓音的特质的时候 我没太大的意识 没有太大的意识 然后当你做完音乐以后 一首一首一首 你会觉得 哦 原来真的可以 你不知道一开始 这样的嗓音会吸引大家的喜欢 没 你没有判断过 没 那你就敢坚定 就还是听了大家的意见 关键嗓音扣在这的时候 我老会去揣摩别人的flow 别人的歌词 然后别人的旋律 别人的伴奏 然后我就想那些事了 所以对 那如果说嗓音其实 带来的好处也有 坏处你觉得有吗 所以要破圈 就像洛晨爱一样 对了解了 像我会做一些比较 偏现场偏 可能让你更有力量的一些 音乐的时候 那别人在想 你到底 你是不是做不了这种歌 你是不是做不了这种歌 然后其实我正好自己也想写 我觉得那 那ok 那我为什么不能做 就刚好到这个契机了 然后做了一个破圈的事情 对 说唱坚持了那么久 所以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说唱 让我想想 我最早听的第一首中文说唱叫 是唐智忠唱的 你们有知道唐智忠吗 您说说再具体说说我能想起来 他是一个台湾的一个主持人 然后他那首歌叫 好像叫 Black Party什么什么什么 17还叫什么 确实是有点早了 您都记不住了是吧 最早 最早 然后其实我最早听的不是M&M 然后不是狗哥 然后先听到他们以后 我再导回来 我说原来有一种音乐 是可以这样表达自己的 然后因为我们每个人 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都会给自己一个阻力 就是这个事我可能不太行 这个事我可能算了 开赛之后我开不了 就开不了我 我等小 然后或者我技术不过关 音乐一样 音乐你会说我五音不全 我没学过唱歌 我唱不上去我下不来 我突然找到了一个捷径 就是他们一直在说话 他们一直在念歌词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也能试 我也能试 然后后来就听到了 狗哥的一些东西 其实因为刚开始 都是比较肤浅的嘛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只是在念 只是在念 但是我后来发现 这个东西入门真的很简单 给你一个beat 然后给你一个大概的旋律 你说就OK了嘛 但是其实你越想把它做好 门槛真的很高了 就是你会像不像过关一样 翻山 越来越难 越往上越难 对 那也是怎么从说唱 开始到龙井呢 开始祖座 我觉得缘分吧也是 因为说到孙旭 像昨天孙旭来了嘛 对 对 他比我大五岁 你为什么要提这个 其实我是一个young bloc 对 其实我是一个年轻的血液 然后然后旭哥是因为他资历很老 其实大家老提OG OG这个词 然后我是觉得他是问心无愧的 他是可以担当这个词的 然后像我可能就稍微差了一点点 因为毕竟我比他小五岁嘛 然后就是当时跟他玩得非常好 因为一起打篮球嘛 大家觉得都喜欢这个东西 一起做 一起弄 其实特别简单 当时没有任何复杂的想法 就是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没有 就是很有缘分 非常有缘分 然后今天我们也在一个说唱节目上 看到了龙井兄弟们的出现 所以你也参加了这个节目 可是你第一季是澳洲赛区的导师评委 对 去年的 对 然后今天你是选手这个变化 还有就是对这个节目的感受分享一下 其实是因为当时我觉得好玩嘛 然后就是也是大家抬爱 让我去做一个类似于那个赛区的评委 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所有的Young Blood 然后这些新鲜血液的或者新人的技术 或者他们的作品的质量 会让我觉得 哇塞 是不是时代变了 就是是不是我们以前喜欢那些东西就过去了 有感叛到 对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特别的牛A 对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简直了 简直了 就是没有什么词去形容了 他为什么可以站在台上这样呢 我为什么不行呢 然后我觉得那我明天试试 就是带着玩的心态 然后突破一下自己的状态去 对 其实也从来没想过要名次 要怎么怎么样 就是去享受舞台玩的 就是跟自己较劲吧 压力应该很大 当时大 当时大 对 当时其实我是 首先我是海选被淘汰了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还选那时候被淘汰了 然后之前我做了好多的准备 排练 背歌词 然后可能那几天睡觉也睡不好 吃饭也吃不好 然后当天被淘汰以后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是释放了轻松的意思是吗 对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惦记的事 然后就是本来来就是玩的嘛 然后后来没想到就有一个转机 然后又被复活了嘛 对 对 其实 玩的还挺尽兴 太尽兴了 挺好玩 对 我觉得 就感觉当时跟过山车一样 就去了 大家不说不为出名也好 不为更多人认识你那是假的 当然我们更希望我们做的东西是让 让被大家更多人认可 让你的音乐能够更多人喜欢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目的 对 然后剩下的主要就是想跟自己叫个气 就是我到底行不行 OK 还是想看一看自己的样子 对 他在舞台上也是玩尽兴了 今天在我们界面吧电台也要玩尽兴 今天来玩这个 这叫 有种不强的预感 抓一杀包在北京叫 对 就卡包抓一杀包 我们叫丢杀包在哪 来玩一下呗 挺好玩 我们今天玩这个 然后我们先让肖哥帮我们抽取一个 有一个粉丝一起来玩好不好 是 来邀请 先到中间来 有没有愿意来玩的上台 不是 很简单 我感觉这个事肯定是他们应该要穿那种球鞋 或者平衣鞋 对 方便的 穿高跟鞋啊高跟鞋就别了好不好 有没有 我们找一个 举手 其实他扔的话其实无所谓 我们今天的 你放心有肖哥在这谁还敢惩罚 你别躲了 你来吧 有人要举手 有人要举手吗 你们到底谁 商量好 你们到底谁来 你们到底谁来 叫你蔡丁格 石头剪子布 谁来石头剪子布好不好 一个 一个 来 321我们看谁举手快 321 他先举了 你来吧 好吧 来这样我们直接分配 你叫什么名字 他带上话筒来我们上来 啊 宋宋 宋宋好不好 宋宋宋来这样 好 我来给你 ok 好 那我们这一轮的规则呢 就是抓一肖哥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每一个就是主持人和观众 一共有十次机会可以丢这个沙包 然后丢中它五次的话 那么你就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了 如果没有丢中的话 就会有一个小惩罚 对 准备好了吗 来 还有一个细小的规则 呃 松松 如果我丢给你 你一下接住了 肖哥就被我们定住了 你接住了就是一个定身术 然后你就赶紧拽它 知道吗 这是一个 拽它 就拿它 对吧 就拿它 对吧 对 如果它站到那个玻璃那位置 机会还能跟得到吗 可以啊 我们那边有说老师啊 我们是360度的好吗 不可以 我们点都定好了 点都定好了 没关系的 那么爱玩还怕这个小游戏 我一定不会心狠手辣的 开玩笑 来 你准备好了吗 小哥 我来站远一点啊 可以 ok哈 我可是不会手下流行的 反正我 观众是医师父母 你往我这拽就是拽观众 你自己看着办 哎呀 天呐 哈哈 还是玩不过老炮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开玩笑 来来来来来 定 接住 定住 快 拽它 对 哎 哇 找个定住 哇 快快快速度 哇 还有 啊 打中了吗 哎 没有吗 没打中了 几次了 不是只有十次了 现在还有还有还有几次来 哈哈 送送给力点 像个爷们儿一样 送送 还有最后 哎 打中了 还有最后三次来 哎 等一下要打中几次 ok 打中五次 你打还有一三次机会 一直打是吗 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这样你可以接住 然后一直打一直打啊 接住一直打一直打啊 定定 哈哈 快捡起来 然后我应该给谁呢 我给他 他稍微再笨一点 哎 哈 哈哈 啊 原来他是有战术的 定 哈哈 哈哈 好 但还是不行哦 ok 我最后已经 是 最后已经来 我们有请中间站啊 来 哎 送送来 这个送给你吧 谢谢 还有一个没有 赢了 我们赢了 来来 我们到中间集合一下 你们早晚赢 没事 可以 等一下 请你允许我这样来做一下 开玩笑 开玩笑 送送你要感谢我 我和你对我给你 胜利了一个福利 哎 我们拿的话筒说 没关系 哎 说一下感受 你有什么感受 刚刚玩完之后 我还挺开心的 谢谢小哥哥 然后我觉得我们战术还行 可能我一直都扔不住 可以可以可以 他才懂你知道吗 我觉得小哥特别灵活 是不是 前面几个完全的 已经表准了 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打不中 你是 你是不忍心 因为我看他认得好轻 然后只有我认真在当这个是个游戏 用力的打 小哥有什么感受 刚刚玩完之后 你确认这不是一个体育类的节目吗 我确认 哈哈哈 我确认 来 我们说一下我们的福利 是 今天的福利呢 就是你可以跟小哥一起拍照了 自拍的形式 对 可以吗 手机带上来没有 来 这个给我吧 好 来 来 所以这里也提醒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 如果说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话 我们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18600503345 18600503345 你都调好了 对 来 来 来 OK 没有 你好看就行 你好看就行 来 来 来 哎呀 满意吗 来 来 来 哇 还要再调整再来一次 真是过分 哈哈哈 好的 满意了吗 谢谢 谢谢应该的 哎哎哎等一下你这个福利你觉得开心吗 正常 你满意吗 那你除了感谢肖哥还要干嘛 谢谢你 当然我那我我你要感谢 感谢QQ音乐 yeah 聪明聪明聪明 辛苦你辛苦你辛苦你 我休息一下 小哥心夸道来了 没错没错 小哥是真的流泪了 哇哦 哎 这是这是体育 哈哈项目又来了 对我好像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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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时代在召唤 yeah 来看一下新的扭蛋 小哥可以四颗了 是四颗了小哥 四颗扭蛋了 哎他们 别人都几颗三颗四颗左右 行了 但是他们是快结束的时候 可能第四个就冲上来了 明白明白好 你现在已经是两万多的月币了 好呃用哎这个有点简单哦 对不起啊我们节目真不是体育节目 但是就是我看我看我看你这样给我看 高抬腿你能做多少 高抬腿 现在还可以做十分钟的高抬腿吗 多少 十秒吧 十秒没问题 十秒没问题 对对十秒没问题 开玩笑了开玩笑了 我们这个是用家乡话唱出自己的主打歌 家乡话 对 北京话 北京话 北北京话有什么歌吗 大家有没有了解的北京话的 还是想让用北京话唱自己的歌 其实很多歌曲里面都有北京的那个色彩在里面 香调 看龙井的歌就好了 对听唱一段龙井的歌也可以 龙井的歌是吗 现在脑海中想不到哪一首 啊 那这样我我唱前面你们能不能跟我接下下边后边 考你们来喽 试一下 行不行看是不是真粉考验一下 好不好 他们开始翻歌词了大家 好 这特别简单啊 特别简单啊 那这样那我起个头吧 好 我们来合作完成 对 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 你的家就在这里 这节目没法录了 不是我跟你说 没法录了 他们这就是你灌出来的 就是real 你的家就在这里 对啊 你在家就在这里 对 酷 好 接下来我们让我们的 尴尬的划过去了 让肖哥也休息一下 好 今天上半场整个太累了 我们来播一首歌 好 有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有图 好 好 我记得出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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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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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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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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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